飞机在马祖南竿机场缓缓起飞 一切依照正常程序 但在这之前 却因为有中国无人机在南竿机场附近盘旋 导致两架班机延误 报到柜台前乘客交集等待 原定30分钟前就该抵达的班机 却还不见踪影 原来是因为2号上午9点多 马祖防卫指挥部通报塔台 在离南竿机场大约9.3公里处 有一架中国无人机 立刻提醒准备降落的 立荣航空班机注意 之后无人机又在附近飞行 大约20分钟后才离开 导致立荣班机晚了约30分钟才降落 连带之后起飞的一个航班也延误 连南竿机场主任也表示 这是第一次有中国无人机这么靠近 而且南竿机场又不像松山机场 或高雄机场 有装设无人机防治侦测系统 恐怕严重影响台湾飞安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 非常的简单而且明确 只要是这种无人机来干扰的 我们的守军也好 不管驻金门的或驻马祖 或是相关的单位 就应该直接的把无人机这样 有那种干扰的让它不能飞 或者直接就把这个无人机 把它打下来 就是这样子 这个毫无疑问 它是不合法入侵 对此马房部则表示 透过情真真系统 都有充分掌握 会是威胁程度采取作为 不过早上才传出 有中国无人机闯南竿机场 晚上又有澎湖渝川 被强制登检带回 在两岸关系紧张氛围之下 就怕中国三不五十 扰台作为成为常态 东西文夜间从 车上与林荣马祖报导